彤彤, 你知道嗎? 在台灣有一種傳統美食 引起到外國的 這麼厲害, 是嗎? 就是刮包 我知道, 刮包真的很好吃 因為大人、小朋友都喜歡吃 尤其是在老友寄 而且他被稱為台式漢堡包 不僅僅, 現在在倫敦、美國 都要排在長龍才能吃到 這麼厲害, 看你的樣子這麼刺激 是否想帶我去吃? 當然, 但我待會要帶你去吃的是 創意刮包 創意刮包 相信大家對於刮包也很熟悉 就像剛才影輝所說 歐美國家甚至要排隊才能吃到 第一站才帶大家吃一些新鮮的 就看看這個刮包 可以變出什麼創意 很誇張, 這個是… 這是梅汁雞肉刮包 你這是什麼? 這是黃金翠魚刮包 很誇張, 整個臉這麼大 對, 你看很足料 為什麼你那個是黑色的? 因為它是用了這個竹炭來做的 別說那麼多, 先吃掉了 再咬一口 這個真的不得了 很好吃, 顛覆了我對傳統刮包的印象 因為它一點也不油膩 它是用了這個舒肥雞來做的 還有你看到它的配料嗎? 全部都是蔡菜和番茄 還有那些芫茜 最重要一點, 它加了花生醬 對, 你吃得到嗎? 它除了這個花生醬外 還有另一種醬 它有梅子醬 你知道梅子醬台灣很傳統嗎? 搭配這個舒肥雞上面 超級油膩感 吃下去很清新的感覺 它這個刮包 以前的傳統是很油膩的 是的 它這個做得很清新 很舒服的感覺, 很喜歡 健身的人吃剛剛好 對, 舒肥雞 很厲害 對, 你看我這個 包皮跟傳統的也不同 傳統的就是白色的 我這個橙橙紅紅的 加了匈牙利紅椒粉 它會把麵包染色, 是不是? 它除了染色之外 它會令到包更加圓熟 因為本身傳統的刮包 它會有點硬 硬硬的 加了紅椒粉, 整件事很軟 比較嫩硬的, 好嗎? 我覺得是更加軟熟的 中間用了脆魚 它是香港叫鯪魚的魚肉 原來是鯪魚嗎? 台灣也很喜歡用這隻魚來做餡料 然後炸了鯪魚, 加進去 鯪魚炸完後很脆 裡面是脆的, 外面是軟熟的 咬在一起, 外軟內脆 很好吃 而且它的圓粒巴身 黏在黑色的麵包體上 好像黃金 很脆 閃亮亮的 這個雖然是創意掛包 對 但是它也用了很多 我們在台灣經常吃到的傳統材料 你看, 又有芫荽 然後它又用了鯪魚 因為在台灣很常見 會用這些材料去做 對 它完全是傳統美食和創意的結晶 對, 我這個用了梅汁 真的…很新鮮、很新奇 很好吃 這個真的稱得上為台式的漢堡包 很棒 我發現台灣的刈包不外乎是豬肉 或者是牛肉片 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其實並不能接受這樣的東西 我想試看能否做出一個比較新式的 甚至在視覺上也可以是一種饗宴的掛包 所以我就把這幾年做導遊的 吃過的東西 把這些累積下來的 花了大概半年的時間去慢慢地實現出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秘訣 第一個 我覺得東西要好吃 不外乎就是食材要新鮮 我所有的食材 大部分都是我一早去菜市場 才買回來 然後當天手作 我覺得食材新鮮才是最重要的